宽宁的结果 一个小小的女官 竟然敢如此顶撞朕 来人哪 跳进去 陛下息怒 荆轲是真英雄 那太子丹呢 也是真英雄 他不愿受秦国欺负 力图洗刷耻辱 虽败犹柔 本王以后摇做他那样的真英雄 傅思言 本王说错了 下官曾经看过一篇烟丹子 上面写道 太子丹在动手之前 曾经写过一封信 给他的老师屈武 告诉他自己要刺杀秦王 他老师怎么说 屈武说 快于易者 亏于行 甘于心者 伤于性 什么意思 放纵一时快意的人 会对德行有妨碍 一心沉溺于内心欲望的人 则伤害其本性 屈武并不赞成太子丹的做法 因为他认为做大事 并不能寄托于刺杀这种侥幸的事情 就算想要报仇 也要走正道 他似的强大燕国 联合盟国一起对抗秦国 但是太子丹只想快一点报仇 最终落得国破家王 秦王 肩上越是承担重大的责任 越是不能放纵心中的一时之快 报仇也好 学耻也罢 如果走错了方向 伤害了为人的本性 就后悔莫及了 傅思言说得我懂 人遇到挫折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坚强的心智 误入歧途 伤了做人的本性 对 事儿长进不小啊 阿娘醒了 以后不要叫傅思言 叫老师 微臣万不敢刀 还不见过老师啊 学生拜见老师 是 赵王在信中说 让死士们听从太子的号令 他对你倒是挺信任啊 陛下 儿臣对此事一点都不知情 不知情 不知情 他把最后的指望放在你身上 而是被陷害的 他用司机的生命来陷害你吗 陛下 赵王应该是以为自己活不久了 所以拉个垫背的 闭嘴 他就是拉垫背的 谁也应该拉你 你是讨伐他的大军主帅 陛下 儿抓他回来的 他要是陷害儿 陛下肯定不信 这是其义 太子是儿的同胞兄弟 陷害了太子 就等于报复了儿 就这些 陛下 还有其三 陷害韩王 只是害了一个亲王 可陷害太子 就是动摇了整个大唐国本 这对大唐的伤害也是最大的 动摇大唐 是啊 陛下 不能上当啊 陛下 莫忘了太上皇的临终之言 是啊 朕答应了太上皇 傌皇 无论可ей的同胞 陛下 lightning 陷下 皇后 西妃怎么处置 西妃没有资格再聚飞位 应该降为品 她养了一个 如此不孝的儿 还有脸活着吗 妾身无能 处置不当 全凭陛下胜财 西妃养儿为逆 有不教之打过 慢着 陛下 陛下 微臣从小就听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子不教 父之国 父子言无礼 退下 赵王逆天行事 自作孽不可活 难道你要把这笔账 寄到朕的头上 陛下英明 赵王是自作孽不可活 这场不能算在父亲的头上 那难道 要算在母亲的头上吗 听见了吗 你们都听见了吗 这 就是朕宽容的结果 一个小小的女官 竟然敢如此顶撞朕 来人呢 趁进去 陛下息怒 皇后调教的人 果然不同凡响啊 怎么了 难道皇后也要谴责朕 是一个不会教子的佛训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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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娘并没有指摘陛下的意思 西妃侍奉陛下多年 一向攻谨小心 阿娘只是不忍 看着西妃这样罢了 陛下 傅思言向来至长之度的 陛下是一代圣君 何必跟他计较呢 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陛下 他的胆子 是陛下给的 你说什么 当日家宴 陛下因为傅思言救下了 难产的太子妃后皇太孙 赏了他一个 严的权力 陛下说 以后在陛下面前 傅思言他 可以严 天子 尽口预言 陛下 你就饶了傅思言吧 身古三年 何太孙英式觐见 痛臣厉害 陛下不但不怒 反而心悦 还夸他远现之言 披露复兴 在人们心中 陛下一直都是 善于纳见的明君 有最宽广的胸怀 你可真行啊 你竟敢把自己和何太孙 相提并论 你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啊 微臣虽是女子神 管小之卑 但是爱国之心 不以男女论 更不以尊卑论 是大唐人 就要有大唐的忠诚之魂 就应该直言敬见 朕 还没有听见你认罪呢 赵王不孝 不光背叛了父亲 也背叛了母亲 陛下通心疾首 那西妃又何尝不是呢 陛下 您已经失去了一位皇子 如果这个时候 再重罚一个无辜的妃嫔 难道这样就可以抚平内心的伤痛吗 微臣只是担心 如果陛下因为一时的怒气 而再罚西妃 将来一定会后悔 傅子爷 你就少说两句吧 如果陛下 认为微臣刚刚说的那番话 都是妄言 毫无可取之处 那就请陛下 赐微臣死罪 是 起来吧 谢陛下 都起来吧 谢陛下 谢陛下 曹阳德 在 百驾甘露殿 是 周王 儿臣在 你眼光还行 皇后 在 西非 将为贫罢 陛下圣明 陛下圣明 儿公送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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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公送陛下